两名男子在巷子里头拔腿狂奔 因为警察就在后头准备抓人 跑不掉的被冤警拿着警棍 呵斥蹲下不准动 他们一大群黑衣人 带着信号弹棍棒聚集 还好在闹事以前 就被警方控制行动 辖区警方出动快达部队到场 有些黑衣人听见警笛声 就落跑也被拦下 事发在11号凌晨2点多 新北市板桥区 长江路一段上 大约有15名黑衣人到场 附近邻居在睡梦中被吵醒 当时一大群人 就是在骑楼底下聚众 不过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吵闹了 才会被民众通报 一度是以为有扼煞要上门砸电 黑衣人带着球棒打算闹事 看见警察到了 才知道大事不妙 把武器都藏在一旁店家的车底 而带头的是19岁灵性男子 他功臣是要找一名绰号小龙的男子 因为先前曾经出人力 去参加攻击和阵头 但是对方没给车马费 只给香烟和冰榔 凌晨先在望路口角 后来气不过 纠重姿势 向上区警方一共带回救命男子 以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 暗夜计划寻仇 幸好警方及时到场嚇阻 不过黑衣人大阵仗巨重 也让附近邻居暴受惊吓 暗夜新闻定位节 张德生刘雨景 新北市报道